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一棵小叶狼鱼 这是一棵双干的 双干斜干式 但它的花盆咱们看一下 是这种直筒的高盆 实在是太不搭了 像这种应该给它换一个椭圆形的 或者是长方盆 比较合适一点 首先咱们要把它从盆中取出 换盆的时间先要对它进行控水几天 这样更利于它的换盆 咱们拍打一下盆地 给它松散一下 这样更容易脱盆 这样很轻易的就能把它给完全取出 咱们看一下它的根系 上盆两年的时间 根系长得也是非常的旺盛 首先咱们要把盆土给去掉一部分 就它的根部给它做一下修整 去掉了根部的老土 咱们看一下它的根系 长得已经爆盆 咱们首先要把它的根系给它捋顺 然后把下部这些过长的 全部给它修剪掉 修掉这些过长的老根 才会更加利于它以后的一个生长 大家不要不敢瞎手 最后把根部修剪到这种程度 就可以上盆了 咱们先拿几个盆 给它搭配看一下 这是一个紫砂挂油的花盆 咱们看一下效果如何 这是一个比较浅的长方紫砂盆 我觉得到时间改变一下它的种植角度 给它往下倾斜一点 这样摘种用这个盆会更合适一点 我觉得 选好了花盆 下一步咱们就来配土 选用了我的蜜质三合一配料 然后加入 珍藏多年的发酵羊分 就可以了 把它们给均匀搅拌 这样的盆土 你说它不香吗 想长得不好太难了 盆土压石 浇上电根水 再来这么一点青苔 完美 接下来这颗黄炉 也到了不得不患的地步 这是一个小而苍老的黄炉小怪装 根部的枝爪非常漂亮 而且还有一个坨坨 上面枝干的弯曲 也很好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根性 上盆有两年的时间 根系生长非常健康 咱们还是要把过长的 给它修剪一下 修好根系 直接上盆 没想到这么快 这个花盆又二次上岗 刚刚从那个狼鱼里面给它换下来 现在又种上这颗黄炉 感觉还是比较搭配吧 同样的步骤 现在这个黄炉已经栽种完成 大家看一下效果如何 一样的操作 咱们就不再给大家做细节的展示 下面这两个黄炉也已经上盆完成 这一颗原来用的是一个长方盆 像这种悬崖淋水的 还是用这个高一点的圆盆比较合适 这一颗小微型的黄炉 我也是给它用的这种圆的紫砂盆 效果还可以